我是真的不希望她再 不会的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一起下办法好吗 还没起啊 怎么早就醒了 因为我早睡早起啊 你昨天又熬夜了吧 你要不要再睡会儿 我听到你的声音睡不着了 那你快起来吧 我们一起去吃早餐 沙拉拉拉 有你万事粉红色 给秦医生煲了鸡汤 好好补补身子 乐乐马上就要手术了 可得好好给你们加油打气 这次的手术一定要顺利 你怎么办 乐乐的手术 可能要推迟了 为什么 她状况不好吗 非常不好 她知道民宿去世以后 就对手术不包任何细胞 也不配合我们 这样 把她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也是正常 可是她的情况 已经不能再拖了 你说 七年前 她和米苏是病友 得的是一样的病 七年后我刚回心外科 她又回到我手里了 我是真的不希望她再 不会的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对了 明天我想去趟书店 你要买什么书吗 不是 是热了 最近 饭也不吃人也不理的 就只看作家姜东写的书 我就想买两本 哄得开心开心 姜东 嗯 明升哥 我给你送咖啡了 好 谢谢啊 小心烫 对了 还有这个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份 先兴病治疗成功的案例 我国外的朋友找给我的 我看看 我觉得乐乐的情况 跟欣欣缺失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想着搜集一些成功案例 也许能鼓励她呢 嗯 对了 你看 这里的用药情况 包括其中的一些治疗方案 和我们采取的方案都很相似 还有这里 嗯 包括采取的一些治疗当时的方案 这个地方 我想着如果把这些给乐乐看 然后跟她说的话 她一定 还有信息 哦 行 我自己研究一下 嗯 你先回去休息吧 哦 哦 我还有两个同学 会再发给我一些其他的病例 我不如在这儿等着 刚好你看完之后 我们也可以再讨论讨论 哦 没事 你明天给我也可以 我还要写手术的方案呢 手术方案我也可以帮你啊 毕竟技术层面我最了解 哦 没事 你看这么多资料呢 我 估计得看了很晚 回去休息吧 好吧 你也注意身体 再见 余胜哥 这次手术啊 米白做肌肉指导 云生你给我做移注 有你们两个密切配合 我非常有信心 放心吧 主任 我们一定做好 行 没问题 来 来 哎 哎 小苏来了 哎 早啊 主任 早啊 那个 孙怡姐 大小到你们开会了啊 没有 刚好聊得差不多了 熬夜了 熬夜了 昨天晚上一直在研究 乐乐手术的事情 这不今天早上 我们在讨论方案呢 怎么拿这么不去 昨天不是说要看看乐乐吗 她怎么样了 我们刚好要去 正好 一起啊 行 行吧 你们三个一起吧 主任 我们过去了 嗯 那我也先过去了 好 吃吧 这是一些国内外 和你一样的病例 她们都已经治好了 你看看 这个家Sindy的女孩啊 她跟你一样大 她的手术呢 就非常非常成功 她现在健健康康的 不仅可以和小朋友们 一起玩 还可以快快乐乐地 去上学呢 你以后也一定可以这样的 你放心 乐乐 我和秦医生 一定会给你制定一个 最佳的手术方案 会让你尽早康复的 是 乐乐 你白姐姐带过来的是 最新的手术方案 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乐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你的偶像江东 马上就要开新书签售会了 你得积极治疗 你才能看到他的新书啊 会出售完整版的解剖日记吗 解剖日记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老富翁 他的儿女说 他是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医生也开了死亡证明 但他其实没有得心脏病 是他们伪造的 心脏病要怎么伪造呢 心脏病要怎么伪造呢 做得挺刚啊 挺刚啊 我看你会说 我还是要累死亡 我还可以重新的 但是我看你 你不做得到 你不做得好